李克強在總理呢 他是我們在經濟界貢獻挺大的 對我們國家呢 他的趣事也是一大損失 我們的總理李克強 他年齡才68歲 為了國家勾心理學 經濟業業的 就是當時心裡面就很沉重 也感覺很可惜吧 但是怎麼說呢 人總有那麼一天嘛 覺得這一生也值得了 我覺得李克強 就是他真的就是陪伴了 我們一代人的一個成長 在我的心裡是這樣子 然後就是剛剛來這裡 突然聽到你們說這個消息 我就是真的 就腦子裡就是空白了 就是很難過 我就是這個消息 爆發了 小吹 是 這次 我們可以準備好 我先準備好